享受工作、乐生活 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 HP Dragonfly透过专业的HP Presence设计 内建降噪及会议快速键 搭配清晰的Ben & Officer音效 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 HP Dragonfly顶级商务笔电 采用Windows 11专业版 让您在会议中享有最佳的视觉和听觉品质 欢迎来到幼稚社务所,我是贵智 我是实习律师洛义 今天是洛义代班 今天洛义代班 为什么是你代班 我已经快实习结束了啊 该是取代江号幼的时候了吧 想要把老板击掉 开玩笑 开玩笑 今天主题有关呢 今天主题有关啦 今天主题是你最爱的东西 我最爱东西啊 从小玩到大的东西啊 女人哦 黑白乱共 危险发言 危险发言 今天主题是棒球 棒球 身为这个棒球迷 从小打 我以前打过哨棒的人 今天这场当然是由我来担当 十分合理 好啦 因为江号又在台南 对啦 也不要不方便 对 我们今天还有来宾来到现场 对 刚好是洛义的强项 对 今天洛义的代班一下 代班一下 代班一下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就会聊棒球啊 诶 诶 那是因为我刚刚之前 在有一个聚会上 认识了一个偶像 诶 诶 我今天就把他找过来 刚好幼稚宿所这个单元呢 他三不五时也会做一个 职人这个主题 诶 对 因为我们这个设置事务所的设定一个情境 嗯 当事人的事务所开会 对 对 有时候邀请一些各领域的这个达人 来我们这个节目上面分享一下 在自己领域里面发生一些趣事 对 那领域接触一下 就是各个领域 诶 如果从法律观点来看的话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对 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很特别的领域 对 运动 对 棒球 诶其实运动他也有他自己 很特殊的一个法律领域 那是当然 对 运动的自己也有运动规则 对 在运动场上面 运动规则就是 应该就是那个领域的 可以说是宪法整级的东西 对 对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 那你就来棒球 对 我们今天来宾是谁 重量级来宾 我从小看到大 我从小学就一直看着他在电视上 真的假的 看到他本人我好兴奋 OK 我们今天要邀请这个前知名主播 蔡明里 蔡团长 团长好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团长蔡明里 我一听到从小就有点过敏的心 失言 我后来发觉很多那个 资深艺人或资深大咖主持人 对这两个字都蛮敏感的 听说在他们的那个 录影当中是不能出现这两个字 但这个是真的是实话 这个也是跟观众讲 这真的是我真的是 从小看蔡大哥声音长大 对因为我小时候棒球队 印象非常深刻 每天晚上六点半 还是六点四十 中华职帮开打 没错 然后我就先看到你 对你一定是第一个画面 对对对 也就出现头中尾这样 对对对 你是棒球队的 我的棒球队啊 就你不是只看棒球而已 我小时候是棒球队啊 你打棒球 我打过棒球啊 是假的 对 OK 我打过两年的哨棒 哦 对我有其实有跟那个富邦 以前的富邦 现在是卫权的那个林一豪 哦 算是有交手过 那为什么两年后放弃 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发现自己可能 我认真讲 我其实不想放弃 但是因为我的国中没有棒球 哦 你的国中没有棒球队 我怎么没有选一间棒球队念 对啊 一般父母会这样做 对啊 会转哦 但是有个麻烦的事情是 我从小时候的表现来看 很明显 我的念书 明显比打棒球来得出色 那么小就有这个自觉性 哇 升学主义 升学主义 没有因为小时候 我其实棒球没有打得特别的好 但是我就是爱玩啦 就天天玩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 快乐的日子 而且那时候蛮扎实的练习 所以爸妈觉得 好了玩够了 该收心念书 其实我爸妈也没有觉得 一定玩够 我就只是就学随意啦 啊 对啊 我看起来也没有想要特别人 怎么样 但那时候小 你没有选择念什么体育班这一类 没有没有 没有强到这样子 对 不过那时候就是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偶像 陈志远 啊 小时候 只能讲你小时候 世人不迷 是 啊 啊 太棒了 现在还是偶像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 因为他后来涉及假球 啊 然后小时候因为 那时候 那个 很多球员他什么高中毕业 我都会去看啊 那时候那个 职棒杂志天天都看 然后看他是强述中学的 嗯 我就跟我爸妈讲说 我以后要念强述中学 我要跟陈志远一样 成为职棒选手 然后爸妈就 就就就会有点紧张这样子 哈哈 因为强述中学是一个 棒球很有名的学校 但是以升学来讲 当然就并不是这么的出色 对 对 他们那时候就有 那是体育学校啊 对对对 以体育为强项学校 对 就可以证明小时候 还是不懂事了 哈哈哈哈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 你跟大家分享就是 过去小时候都会参加 兄弟棒球下令营 OK 对 然后我就看 很热门耶 很热门啊 很热门哦 很好玩啊就是 可能跟柜子讲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 暑假或寒假 你就去那边 然后可能住四天 兄弟像 棒球下令营 兄弟像有饭 棒球下令营 他们在龙坛有个训练场 很热门哦 很热门 对 这么好玩的不知道 插队要 要有特权才能 有时候抢不到那个名额 对 那时候热的时候是这样子哦 真的哦 他还分三组 对 分比较高级中级 跟这个 比较幼幼班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小学就去玩嘛 然后就会住在那边 大概四天三夜 嗯 对 然后可能前面一天半 两天是这个训练 然后最后 最后一天半是这个比赛 所以你坐在林志坚楼上 所以你 抢得到的名额 不是啦 跟都没有关系啦 跟都没有关系 林志坚当选的时候 我都进大学了 哈哈哈哈 然后那时候 我就是看到陈志远走过来 哇 我就很开心啊 很高兴哦 冲过去跟他说 陈志远我可以跟你握手吗 嗯 哦可以啊 我就可以握 那一天 我没有洗手 哈哈哈哈 真的有这种事哦 真的啊 真的啊 我真 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 哎 很兴奋耶 是 看到这个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 所以后来让大家的失望也 呃 就是说 如同从云端跌入 无底这样子 我真的哭 一定一定一定 可以理解 有这么严重 我都哭哦 对 真的哭啊 我那个 那时候我觉得 黑象事件嘛 2009年 那时候是我高三的时候 在图书馆念书啊 念一念在那边哭 你知道吗 蛤 对啊 那是什么事件 我先跟听众扑一下好了 因为刚刚洛逸 刚洛逸介绍完嘛 洛逸是棒 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是棒球迷 对 打过棒球棒球迷 对 完全颠倒 我从小到大 跟棒球绝缘 绝缘 但你没有偶像吗 没有 你从小到 你说球星吗 不是不是 就是演艺界的什么也好 就是假设你也很喜欢 一个女神 可能多年后 她被靠的手铐了 哈哈 你心里不会觉得心碎吗 这可以理解 这可以理解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完全可以理解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没有 我是要说 就是我没有看棒球 OK 我没有看棒球 但我爸看棒球 所以我可以 在我家大概就是可以投射 就是若一讲这状况 大概就是我爸的状况 对 我爸也是对这个假球 很不能量 一定一定 刚刚讲的是2009年黑象事件 就整个 就算整个兄弟像都打假球 对啊 那个是重创 整个中职的一件事情 假球好像不是只有一个球队吧 对 很多 但是2009年那一个 主要是发生在兄弟像 最严重的一个事件吗 因为 也不能讲最严重 都差不多很严重 OK 但他因为兄弟像 一直是中华职棒 算是指标性的球队 算是资助 资助啦 资助资助 那一个重要的一个资助 曾经球迷 只分成兄弟迷 跟非兄弟迷 也是想去 对 所以他那个重创 真的是对中华职棒 带来很大的伤害 OK 对 那我自己也蛮想问 就是蔡团长就是 那那个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 还在伟来嘛 然后就在你活生生 眼前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当下你心情是什么 其实在每一年的 亲民扫墓最明显 在职棒刚开始最热的时候 我踏入这个行业 等于是算是 刚好在那个 祖先的坟墓之前 都是菜家之光啊 大家就 哇你在这工作啊 种子好热闹 我就是 予有荣烟 家族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 对 可以提到这件事情 即便他不喜欢 他要故意跟你扯几句 棒球 中植 那个盛况 等到那一段黑暗起义起来 哇 亲戚的态度完全就 相当 我的祖先对我的态度 没有改变 哈哈 是姓啊 祖先没有跳起来嘛 他如果有点态度 那有点可怕 但是亲戚的态度都变 就是啊 还可以吗 这个工作还好吗 从黑鹰事件开始 你都看不出来 对 因为那段时间很长 所以其实从 亲民扫墓 就可以感觉到 事态炎凉 但是也可以理解到 外界对整个 中华职棒的一个态度 那你说我个人来讲 我最近因为还蛮常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想一想 还好期间 唯一能支撑自己 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就是中华队的国际赛 因为大概每个一两年都会有 那时候你至少可以看到 这些选手权力的拼战 那跟那时候黑暗期 罗姨就知道 几乎每一年都有球队发生事情 对啊 每一年每一年 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华队变成 是我在工作时候的一个救赎 也是一个支撑的力量 大概是这样 当时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有一个脉络 你说假球吗 虽然没有在这个 反纲里面 我不知道罗姨会怎么解读 那我先讲我 你先讲 我自己回想起来 我觉得它完全是 呈现台湾的社会风气 怎么说怎么说 我常讲中职就是 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就好像这两年 中职球队如果 疫情比较严重 大概社会就比较严重 因为他们是团体生活 它等于是一个小的社会 这是疫情 可以理解 之所以这个黑金会介入 我觉得跟我们社会的一个 整个状况也蛮像 我不知道这样举例 两位主持人能不能理解 我常举例是说 早期的台湾的股市 以前还有什么 四大天王炒股 而且那时候还叫养杀套 就是还炒作 还拉高 然后再到货 现在不是 我相信 如果你有接触金融界 现在是早上 以前是打开报纸 现在是一划开手机 这家公司掏空 那意思是 现在都杀鸡渠了 没有 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以前就是 还跟你在那边 好像 小小搞一点 到后来他发觉 我就 直接来啦 对 我鼓励你赢不了 我干脆鼓励你输 总输得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跟社会风气 有我个人的解读 我自己也 一开始看法是 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时候 长大都比较感触的是 因为 球员的保障 其实并没有 非常的完善 我们举个例子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统计 好像前两年吧 说我给桂枝猜猜猜看好了 因为反正你刚好 没有棒球经验 你刚好猜猜猜看刚好 你猜一个球员 平均哦 他在中华职棒 待的那个年 你猜待几年 一个球员 平均可以打几年 对 十年 我跟妳讲 我印象中 好像是两到三年 这么短 平均下来 因为 你会觉得打十年 那就是明星球员 因为有些什么 我随便讲 就怎么张泰山 哎呦 哎呦 你不错 你叫我 我怎么知道这个名字吗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个 当替代艺的时候 有人说长得像张泰山 哪里 你是你 完全不像 可能那个时候被替光头 你有头发耶 对啊 你光头发就多他十倍 因为在替代艺训练中心 要替光头 最接替张泰山的 应该是我吧 你现在可能很像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被这样讲过 可是在替代艺训练中心里面呢 常常被讲 可能替光头的时候有像 哦 不知道你们不然 这样有像吗 不像 还是不像 还是不像 看来就是 果然这个替代艺训练中心 会把人变笨的 哈哈哈哈 张冰没有人是正常的 没有人是正常的 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对 因为像你刚才讲的张泰山 就是明星球员 所以大 就是明星球员打十几年很正常 可是可能 大部分 大家根本念不出来名字的球员 可能打一到两年 他其实就 就就就消失了 所以他其实是很没有保障的 然后我那 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为以前中华职棒 有一个 蔡大根应该记得 有一阵子是出什么 HITTO职棒迷的那个杂志 有 我非常喜欢 那他们只出 一下下就不见了 他其实会公布那个球员 有些有讲到薪资 那他想说五万 六万 月薪 对 然后打个两三年 就没了 那如果一场比赛 我只要输球 我可以拿一百万 你说你打不打 一定打啊 比较容易被诱惑 对啊 但是我插个话 我觉得若一讲的这个 在过去我们黑暗其道 逐渐 就是三十多年 辩论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但我只能赞成一半 我还是觉得跟 社会风气很像 但这个风气 其实有延续到现在 就是 我们台湾人 有些时候 遇到事情会 或者遇到一些 抉择的时候会比赖 就像政治 你抄袭 我也抄袭 那是什么了不起 现在所有的 都被挖穿 对对对 就是 然后就会用说 你也抄袭啊 我抄袭 所以没什么 那这个打假球的时候 就说 反正你也拿 我也拿 或者说 你薪水那么低 没保障 我也是 所以我们一起拿 之后就变历史共义 并不会觉得说 我要去往好的 少数的典范去学习 会变成说 大家就和在一起 我觉得多少 也有这个味道 所以说我自己会觉得 在中华之方 那些人坚持 完全不拿的 太困难 我觉得非常困难 太困难 对 所以像我就觉得 周思琪 洪正敏他们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是敬佩的 肃然其境的 对啊 我记得周思琪有提到说 就是有人 有来跟他谈嘛 然后他枪就放在桌上 对啊 但他最后还是不打 就是不打假球 我就觉得 所以我个人 是最喜欢周思琪 这种是少数了 少数没有碰到的 就是你对比赛 没有影响力的 所以可能只能 跟着吃个宵夜 人家根本不会去买通你 因为你对比赛的输赢 但我蛮好奇 打假球要怎么打 因为他这个 这个词啦 可是他就 棒球是九个人一队嘛 那一场十八个人 对 要怎么打假球 那一次要买通十八个人吗 对啊 问的问题这个很好 对啊 但是有点 有点复杂 但是你也问 算是问到一个 深入的问题 对 后来的许多的纠纷 就在于 他是团队运动 对 有些时候 假设你刚才讲 十八个人嘛 对 那你假设买通 其中一队 我们举例九个人 这九个人都被你买通了 但是另外一队 基本上可能当天状况 也很烂 对 OK 或者他可能被另外一个 利益团体也买了 他打更烂 这种极端状况 是有可能发生的 或者是 你这边九个人 你只买通五个 另外四个人拼命打 嗯 你还是输不了 哇 那这下子就 很难收拾了 就是 可能你收钱 怎么不办事 什么 那段时间混乱的 状况跟比赛 确实还有传言 但是 多得不得了 但那都真的算 希望都过去 而且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就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通常会买 先发投手 投手了 因为先发投手 他大概就是占了比赛的 这个可能七成的 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 所以他的玩法 就是他们会去下 赌博的那种 运动类的赌博 对 然后去赌他输 对 我跟两个报告就是 他的早期的根源 实际上是良性 就我所知道他是良性 什么良性就是 他早期可能是 某队的后援会 虽然他有黑道背景 但是他是某队的后援会 他这很正常 在台湾 就是棒球是根深蒂固 对 所以他一开始会 支持假设A队 那A队呢 他赢了 他高兴 那他这边可能也有下注 他赢了钱 他就给他们吃红 以前是这个良性 算是类似良性 就是后援会 所以大哥就给 大概就给自己的 那个球星 他喜欢 分一点奖金 那因为他 一方面他爽 二方面他可能 地下赌盘也有 差营 他就很高兴 他就分钱 这也不错 对 到后来变成是 越玩越大 而且他发觉 我给你奖金 我这边还是输 我赌盘还是输 我干脆 脑筋就开始变 干脆叫你输 输比较容易 赢是怎么鼓励 都不见得鼓励的起来 后来变质 听说是这样子的 一个发展 他怎么发现 是不是输得太明显吗 纠纷 传言 而且钱这个东西 其实就像股市的 内线交易等等 他永远不会 完全密不透风 死报不住活 虽然球场上的动态 不见得那么的明显 即便我们看比较多年 但实际上金流 还有一些耳语 总是会有露出一些消息 但因为蔡主播 转播球赛 可能超过两千场 你自己在现场 你有发现 就是你自己看看 不对劲 会觉得 干这就根本就打假球 这种感觉吗 即便是在风声鹤唳的 那段时间 老实讲 会做到这么粗糙的 会让你一眼就觉得不对的 老实说应该 就我自己看 亲眼转播看到的 应该也不会超过五场 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 因为像网路上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面 米迪亚暴龙 胡人伟 对 那时候就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年代 那场转播是你吗 我记得是我转的 对 所以你当下就觉得 心动一下 那是什么 他那个就是 呃 那个那个球员 他是最后一个打席的 嗯 然后他上场前 我记得是某个教练 留什么忘记 就跟他讲了一些话 然后上场之后啊 那个投手就是 因为他右打者 都投他的外脚 很外脚的球 他根本就乱挥 他那个 因为如果你今天要投外脚球 你是去追打嘛 哦对 没有他就正常挥棒 一个球 丢很外脚 你正常挥棒 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挥啊 他就连挥三 连挥三个就结束了 就很扯 那个真的很扯 明显直接都挥棒落空 那个现在YouTube找不到 嗯嗯 对 就是我 我不定时还是会复习一下 会觉得 干怎么会这样 应该说那一队 那一年跟 呃游几场比赛是特别的 就是我们都常讲说 眼睛不用打开 你就知道他是 看得出来他是假的 那当然那很少 那通常很少 那个整队被买通了 那个已经是 很粗糙的一个年代 哦 那个真的是蛮 蛮痛心的 最 最糟糕的时候 对啊 希望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对啊 对 我们现在到另外一个 不一样境界了 对我们刚刚都是问 这个蔡大哥 因为很兴奋了 我从小就听他的 因为我上次 遇到他本人 我就很 我真的很兴奋 你知道吗 对就是终于看到 尤其是那个 2003年的时候 又是高志刚 啊 对 听这个声音 听了十几年 终于见到本人 但是他今天来 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目的 对我 其实是来问你们 他是来问我们的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一下 对 对我们等一下可以互说互相 对 因为我在那天的那个 这个宗子通的生日聚会上 我在讲 贵司应该也常常遇到 同样的状况 就是大家聊着聊着 就会有人突然插话说 啊 请问这有没有犯法 你的聚会里 会常出现这种事吗 很长 很长吗 而且 我一定习惯 那你会很厌烦回答吗 因为我当天 我觉得 因为偶尔穿插 就会有人 就是眼光就指向若衣 就是说 啊这样子什么 他都能够非常流畅的 引用法条 就跟大家解释 他解释的也很白话 那我当下结束之后 我就 还有一点罪意的状 我就心生意见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 球迷也常常有一些纠纷 有一些好像 你要告我啊 告你啊 好像很血流成河的感觉 那我在想 找个机会跟 两位来做一个请教 同时也 算是跟 所有的广大球迷 做一个科普了 我的原本的用意是这样子 对啊 再拉个毕竟 转播之后那么多年了 什么言论都看过 ok 你还记不记得 他丢给我们那个仿纲上面 超多怪话 而且其实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要念出来 我们等一下一句一句念出来 念出来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我最近还敢贵之后 你看这一句 这个等一下 最近又有听众来抱怨 又有抱怨吗 对啊 他说什么 他又抱怨我吗 对啊 他说我张外还多 对啊 因为常常又有听众 他们抱怨 我觉得他抱怨也很有道理 这听众应该没有听过鼓癌的节目了 因为很多听众哦 他可能开车 小孩子 跟小孩子听 然后播一播 络绎一直骂脏话 可是我最近 应该是巨石强生还是什么 有一个电影台词 我真的觉得很棒 因为最近常常 有些时候我们 球赛转播 或者说我们媒体人 常常也有人会说 你是公众人物 你这样讲会 带坏小孩 巨石上 最近的电影馆 我如果没有记错 我不知道你们看 他就说 你不让我带坏 你要让谁带坏 与其让别人带坏 不如让法白带坏 这说的太好了 就是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那个话很屌 好像是黑亚当吧 最近的写 黑亚当 因为我觉得他讲这个话 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现在在讲这个话 实在是太 我不能讲无脑 想太多 一个手机 除非你小孩连手机都没 确实确实 否则让鼓癌 让法白 让团长带坏 能多坏 他那个话我有印象 对不对 是不是 他好像是这样讲 你有看哦 我看预告片 他怎么说 他就说 应该是夫妻吧 你不要教我小孩暴力 他就说 你不要让我教暴力 你要让他去跟人学暴力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好像 你不要带坏我小孩 他就说 你不让我带坏你小孩 你要让谁带坏你小孩 差不多意思 这个说得很好 真的太棒 太棒了 如果有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知道 若印坏能 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 能多坏 对啊 而且但最近有有有 其实是有粉丝有私讯 他说我最近脏话太少 蛤 对啊 欸真的很麻烦 太少也被抱怨 对啊 太多也被抱怨 对啊 所以我跟听众有个默契 对啊 就是家中有小孩的 嗯 要有一个辅导级的观念 辅导级 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爸妈妈妈要辅导小孩说 这个脏话 它的脉络跟意涵 对啊 还有合理的使用情境 而且可以趁机 机会教育一下 应该还好 对 因为脏话 在什么场合去讲 他不会冒犯到人 他不会让你觉得你是 低属不雅的 可是在什么场合 不可以讲 这个其实要机会教育 欸 与其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不如就老师跟他讲 对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讲 团长这时候太好了 以后我都要这样讲 我看到那个电 孩子我觉得太棒了 我之后就觉得 以后不要再情绪勒索我 说我们这样讲会带坏的 哇 不会啦 给我带坏 带不了多坏了 我以后都说团长教我 与其让乱七八状带坏 被抖音带坏 会不会被 被法白带坏 对啊 而且法白现在就在抖音上面 对啊 我们就散播正能量 好啦 那我们团长不是有准备问题吗 对啊 准备很多问题 那这个 他以下就 还是准备一个景 以下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堪入目的 的话 不堪入目的话 这个爸妈要稍微辅导一下 自己身边的小朋友 没错 就是不适合的公众使用 我先从那个 球迷比较会聚集的一些地方 譬如说像PTT 那这种社群 他通常都会有一个 社群的版规跟规范 那我第一个疑问是 我在看他那些版规规范什么 禁止人生攻击 不雅致 也把他写了一大串 他写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法律上面 也就是说 到底版规跟法律 他的位阶 我将问会不会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不不不 哪一个是 是比较高的 或者说 会不会 譬如说版规禁止的 其实法律 事实上是不禁止 其实法律一定是比较 位阶比较高 一定比较高 但比较有趣的是 版规这个东西 就是人民跟人民 自己约定 所以人民跟人民 自己约定的东西 理论上你不要 抵触法律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 所以 这个游戏规则 大概是这样玩 法律没有禁止你的 那原则上 你就可以自己 任意的约 他的官法大概是这样 但如果贵是这样讲 譬如说他讲 人身攻击 不雅致言 有些人可能 譬如说 他写了一串 这种版主认为的 人身攻击 跟不雅致言 他就被封锁账号 或者被踢 他会不会疑问 说法律上 我这可能没罪 你这个版规 怎么会 就视同 可以判断 我这样子是不对 然后进而对我的权利 什么水桶 或者把我ban掉 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就好比说 假设今天大家去 就是团长那边留意 其实你不爽 你封锁他 也没有人敢说你怎么 就是也没有人能拿你怎么样 他有没有可能 也有那个权利来告我说 我刚才这样讲 对照你的团规板规 我没有很严重 那你把我踢走 那我没面子 我要告你 我会不会有这种事 我其实最近 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有点 有点民事纠纷 因为我等于是 这一个社群的 好像类似法官 跟主宰者一样 就是说 有的人规定三次才听 其实我觉得 如果完全纯理论的话 也不是不行 对 对 什么叫不行 他也真的可以告我 他就很像一个 虚拟的社团 对啊 对啊 因为社团 反而就可以有社团的规则 比如说大楼有什么 管委会 对 有管委会 社区管委会 然后你违反 社区管委会的规定的话 管委会 或者是邻居 可以去法院告你 让你去遵守管委会的规定 对 因为大家主要是有 大下管理条例的授权 对 相关的规范 对 或者是 或者是法律 有规定人民可以成立社团 对 那社团 如果社团把你开除 因为社团也可以规定说 你你违反什么规定 对 这简单就是 你不缴社费 嗯 就把你开除 或者是你狂贴长辈图 我才受不了 对 对对 没有这是很多早安图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就这样子啊 就是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受不了 通常会劝 大部分会提 大部分会提 现在还有 长辈会狂贴早安图 没有 现在有一些图是 他觉得那是变形 比如说他像柴犬 他就觉得说这样贴 就不是早安图 长辈图 他也疯狂贴 他就会问了 我有一次在 新早安图 新早安图 我有一次在 捷运还是在台铁上面 就亲眼目睹 一个实际阿姨 就是他 因为那种 因为那个阿姨 就是视力不好 所以他把那个 萤幕的那个字的条超大 我就看他很认真的 在到处分享早安图 他分享20分钟 我想说 哇 他的 他的朋友好辛苦 所以大概概念是这样子啦 如果对这个版主执行版规 对 有所 不满的话 其实 理论上 要去法院主张 我没有版规 要把我嫁回去 对 也不是不行 但但 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好像 没有 对 没有这个必要性而已 因为我们把它讲完整一点 是因为其实 那个版规 其实也是一个私人 他创造出来一个规则 那他其实是相对的 如果要举一个比较 大家记忆比较新 就是我们其实在没有 政党法之前 其实我们的政党 是用人民团体法 我们就觉得经典例子 王金平 王金平 他其实被马英九他们开除 对 但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 这不是关书 对 什么才是关书 那就把它开除了 那这其实就是在那个团体里面 你自己的规则 你那个规则 马英九就是觉得他违反规则 要把它开除 那他有没有去打诉讼 有啊 他打这个确认党籍 这诉讼嘛 对不对 就他就赢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不行 但是 我觉得要讨论的事情是 因为那个是政党 他公益性是极高的 他甚至涉及到 国家单位的可能性 对 跟国家是比较绑在一起 但PTT这个状态 他有没有到一个 就是很高层次的 一个社会讨论的 一个公共论坛 或许这个 好比说 以PTT来讲 或是我个人的账号 这很明显的公益性 是有很大落差的 所以或许走法院的结果 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就好像我今天稍早 我们开始录之前 若一告说 我蛮印象深刻的话 就告都可以告 但告得成 告不成 告得赢告不赢 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说 各版主科普一下 让他知道说 你还是可能被告 但是你这样做 大概后续的风险不大 可以这样讲 也不太会 而且你是按照 按照你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对啊 有些规则 禁止人身攻击 不雅实言 那如果今天是 我今天是版主 其实在那规则里面 版主本来就被赋予 我有判断的权限 你也很难说 这样我松一口气 因为我那社群几千人 我还是战战兢兢的 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版主就在很滥用的情况下 不然因为这种 因为这种涉及到 判断的事情 法官通常都很尊重判断 尊重判断的 对啊 就是这个司法特色 就算在你的社群 因为主要是以你 就是这个社群 不是棒球版 是团长的版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今天因为团长而来 所以就算你不爽 把他大家踢掉 讲真的 他们能怎样 因为讲难听 他有个逻辑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就是 一般的社团嘛 那你不开心 被赶走 你去开个新的嘛 对啊 那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团长 一天到晚乱踢人的话 他就没人了嘛 对啊 所以就是按照 市场逻辑运作的话 这自然会被控制 对对 这个法官不需要去 去处理这种 去处理这种事情 那我接下来就 把我收集到 就是在PTT 还有一些公开社群 球迷比较容易 好像好像有点 我们现在流行讲 叫类彩线 好像有彩线 又好像没有 类彩线 伪彩线 好像会被急 好像会被告 要灰色地带 对好像有些人就说 你这样子可能会被人家急 会被告 但好像又不会的 一些举例 然后 一一来请教两位 让你们 当然这应该算你们的见解 不是法官 这应该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个人见解 我们先基于法律 阐述一东西之后 再进入到个人 因为我怕球迷 球迷到时候就说 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例 他照样说 洛伊哥贵 一直说没事 这只能代表 我们的浅见 浅见 法律人文言开始 管见以为 最常看到的一种 就是大家为了规避 因为大家 其实 网络有时候讨论都很激烈 有些人就会开始 有一些 应该怎么讲 不能讲歪脑筋 他就觉得说 我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规避 被告 但是我又可以发泄情绪 所以比如说 他把球队的名称 用不雅致的谐音 把它 我这样贵制 洛伊一定知道了 贵制你可以理解 我这个意思 我懂我懂 对那这样子的 或者球员的名字 OK 比如说 假设我的名字 蔡明李 他名不用日月名 他可能用名子的名 然后他就觉得说 我这样子 我不是讲你啊 可以讲贵制变自创制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 他的一个责任 或者是 会不会就是所谓的 已经构成 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人民的话 会侵害到这个 球名或对名 球名或对名 那如果是球名对名的话 还有企业的名称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对因为像 这个蔡团长给我们这个案例 台冈雄银 台冈雄银 台冈雄银是这个 中华职棒的新的球队第六队 对 他刚 刚门 刚用不雅的刚 对 银用银金的银 车上的 那个爸爸妈妈小朋友 这个给他说明一下 这是一些坏叔叔会做的事 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讲 他把它改成一些身体器官 其实我觉得蛮好笑 你觉得蛮好笑 今天这样讲就是 因为我们讲 这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 所谓公然误入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法律上 公然误入就是 我透过一些词汇来 影响到这个你的 这个人格 人格权的问题 不过法人有没有 公然误入 这个其实是有点 有些法官觉得有 一些法官没有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可能先帮团长 发布一下 我们讲所谓的公然误入 比较像是我们保 我们以往这个法律处理 处理问题是人对人的 我怕杨贵子说 干领老师 譬如说刚刚他讲字 给他写成字窗的字 那就影响到他的这个人格 对他觉得你被这样讲 羞辱性的语言 羞辱性语言 所以这时候法律 就会认为说 你的这时候言论自由 要退缩一点 因为你的言论自由 当然自由 但你不能这样对别人 对所以 如果今天是对人民的话 但是有可能会成立 公然误入的 即便你的音没有变 但是你字改变 其实就是在侮辱别人 但是 可是如果是球队 球队的话 没什么好羞辱的 因为球队不是一个 人 没有什么感情的东西 他们也不是个自然人 对 但是也有法官 好像是认为说 他有他的那个 伤欲在 所以有可能也会破坏 他的所谓的 有些感情的投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有一点争议的 但是至少可以确保 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是对自然人的话 可以 那是可以的 了解 那谐音当然 他可以运用在骂人 比如说 我们传统的三字经等等 但他为了规避 他可能改其中几个字 然后这样下去 留言或者是骂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 你就是要调我出来念吗 好 我先那个 爸爸妈妈请注意 这个不是要教你小朋友 敢你妈的死低能而 眼睛胡到死 但他前面那个 他不是想写敢 他是想写四声的 但他觉得说 那样可能就过了 他自己觉得 我就把它稍微改几个字 那不晓 不晓得这样子 醒不醒 不是 为什么今天跪姿一直在笑 因为很好笑 很好笑 我昨天看到就很好笑 我觉得 应该讲法官在判断的时候 其实法官也不是白痴啦 对 那一定是综合判断 所以就知道你这个敢 你就是故意要 你就是要骂干的意思 你只故意换个字 但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干 那其实 那就是不 好 这件事情成不成立是一回事 但是不会因为你把 干改成干 或者你把你妈的那个妈改成 可能 就是我们 你是这样子的妈 就换另外一个妈 其实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对 下一个算是 他开庭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这个敢你妈 这什么意思 他会问你什么意思 开庭的时候 他一定会问你 他会叫你解释 因为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 他一定会问你说 请问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叫你自己解释 就好像你无端用 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草泥 他一定会说你讲草泥 为什么要骂人家草泥 你不能说 因为他长得像草泥 讲这个莫名其妙的话 那法官就不采信 接下来我跟洛义 可能他没有注意到 我收集这个 其实是我分类的 第二类 第二类算是 我也跟柜子解释一下 我们球迷常常脑类 脑就是无脑有脑 这一类 这是在网路上非常常 嘴来嘴去 就会说你无脑啦 或者教练无脑啦 你脑子有洞啦 脑残教练啦 没装脑啦 那这样子 到底算是一种评论 比如说今天 他有一个跑壘 出现错误 他说你无脑跑壘 脑子里 那这样 这算是一种球迷的 对这个事情的评论 或者彼此间说 你们什么什么球迷 才无脑 无脑到底算不算 是一种敌诱 因为这无脑很常出现 这一类的非常常出现 我觉得它是一个评论 这算评论 对 比较接近评论就对 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说 骂别人说 白痴跑壘 说真的这个 还好吧 对就是 它是用于很尖酸 很尖酸 对 我觉得也要稍微 我们这一集播出 会不会大家 有多用这些 你们觉得还好的 然后又说 洛毅跟贵子说 可以讲无脑 两位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有想过我们整集 假设录完 他们完整听 然后会去利用你们讲 觉得还好 或者甚至于再 更擦边球 其实这样子的话 它相当大的好处是 它的伤害性一定很低 就顶多如此 对 对 仅止于此 对 甚至于让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能听不太出来 像脏话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 他知道红线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也是好事 让他们知道 哪个是还好的 我觉得其实是OK的 但我觉得要跟观众讲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永远都是要case by case 对 就不会说白痴一定可以 无脑一定可以 要看你怎么用这些词汇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们说还可以 对 他怎么样发挥都是可以 我先说我们现在讲还可以 都是基于这个 团长给我们的资料 对 那讲白痴跑雷 万一真的很白痴的话 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 许基红打全雷达 旺季采培 本雷班 是 这个真的有一点点 就是初心 那如果真的硬要讲 他有点白痴 我想许基红自己 可能都会觉得 自己当下很白痴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怎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 重点是那个 情境跟 你用 那个用智 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所以现在这边举例子 白痴跑雷啊 脑残教练 OK 脑残教练的话 就比较公然无辱 对 比较公然无依一点 因为 我大概讲我自己的 好 我自己的思考当势 第一个 对视跟对人 对 如果对视不对人的话 那比较有机会合法 对 漂亮 这个解释 应该会让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方向 因为对视不对人的话 表示说我在陈述 我可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要么就是我在 我在讲一个 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要么就是我在针对一件事情 我在发表 我的看法 那发表看法的话 在法律上面 是保障度是最高的 对 确实是大法官是这样讲的 我跟大法官的意见 是这样讲的 针对一件事情 发表看法 这个是我们言论自由里面 是最应该保证的事情 要尽量让大家去发表看法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引申 就是说 球迷可以讲 杨贵志教练的这个调度 有够脑残 但是直接讲杨贵志脑残 后者就比较 对 比较不妥 你可以讲说 今天他为什么 什么什么 你是有原因的 说这个 这个用人 这个方式 这个想法脑残 但你不能直接无端 杨贵志 弱易脑残 这样不行 比较不妥 对 比较不妥 对 没错 因为如果是对视 比如杨贵志 什么什么 杨贵志教练 调度脑残的话 真的要辩论的话 会让人家觉得 其实这个讲法 比较有机会促成沟通 至少大家可以讨论 这个裁判 这个教练的调度 只是他的用语 可能比较严厉 比较严厉 比较难听 但至少还有在讨论事情 而且是针对一个事情 那你今天直接针对一个人骂 大家也 我跟你讲 现在球迷听到这种 贫贫点 好 你要骂 你要骂是个道理 对了 你不能无端就是 三言两语 所以你没头没脑骂人家 人家被骂那个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骂 你没有沟通的东西 所以你直接针对人骂 你对人不对事的话 基本上功难无辜 就很有可能出现 甚至我再衍生一下 就刚刚贵志讲 就是事跟人 那其实也要分 什么事跟什么人 对 就如果我们今天是 社会上更 比较有名的人 他就必须要比较承受 他做的事情是可受公平知识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那球员一定是 球员一定是 所以他其实相较于一般人 他可能承受的 就要稍微再多一点点 对 这样子我 触类旁通 下一个系列 我大概就迎刃而解 下一个系列叫可悲系列 可悲系列 其实这个应该 不只有棒球迷在网络 我觉得一般论坛 刚才讲的无脑系列 跟可悲系列 应该都蛮长出现 那 所以可悲系列 我不知道这样子 举一反三 对不对 就是说 你可以讲 他做的这件事情 有够可悲 但是你不能直接讲说 某某人可悲 还是 还是可悲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 对 杀伤力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可悲 比较没那么严重 还好 对 因为尤其是 像 台长这边放的是说什么 原民很可悲 爪迷怎么样 因为这没有特定 他根本没有特定 对不对 就爪迷全台湾人 那么多 或者说 支持谁谁谁 真可悲 对 就这样还好 其实就还好 可悲的部分还 我觉得还好 那怎么到现在 你们都常常都说还好 大家 大家会不会觉得 以后我们可以放开来骂 对 对我觉得 你要跟我讲 因为就是 毕竟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对 如果今天法律要限制言论自由 一定是 它是一个很 就是一定真的是 很不OK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要去平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说 应该这样讲 我们可以说 一定怎么样是不行 对 他会说 你随便骂别人 干你啊 通常是一定是不行的 但是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到言論那种程度 所以他就是游走在 那个灰色边缘的地带 所以包括这种 对 比如说 一堆北七 根本不知道 BTS有多红 真是可悲 这其实 其实 还不是太 我觉得还好 一堆北七 对 他是指谁就对了 OK 对 因为 一堆北七这句话 就比较危险 就比较危险就对 但是你要看他是骂谁 因为如果他今天自己发文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骂谁 那其实没有特定出来 但是网路上 两位应该都知道 他有时候他是有一个顺序 对 可能是他接在这个人后面 这个人可能 前面才讲说 BTS是谁 我搞不懂 对 搞不懂大家为什么 那么喜欢 然后他就一堆北七 不知道 那这个就有点 对 因为这就很明显 可以特定出 所以你要看他使用的情境 在哪里才能判断 对 这是可悲系列 可悲系列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 因为大家还蛮常用可悲 无脑 对 我知道 放秋板很常 我觉得很好笑 桂姿你今天是不是 进入到一个新世界 我觉得蛮好笑 其实可悲在其他地方 也很常出现 哪边 很多 应该很多地方 网路用语很常 网路用语很常出现 对啊 就很好笑 就是好像 其实这个话听起来不舒服 但是听两位的见解 似乎 法律上的那种杀伤力 没有那么的强 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 他听起来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就 你笑我很可悲 或者我支持这一对很可悲 但是 好像并没有 那么重的罪 简单讲 因为我要这样讲 就是 你不舒服 不代表法律就 要处罚 害你不舒服的 除非你不舒服到一个 一个 一个境界 法律认为说 这个境界是我们不要发生的 那才能处罚 所以骂一个人可悲 因为说一个人可悲 好像没有到羞辱 人家人格的感觉 因为说一个人可悲 好像只是我觉得这个人 状态是可悲的状态 可怜啊 那种感觉 对啊 好这个我觉得 这有点困难 对 那下一个系列 也蛮常出现 就是 就是扯到后来会 就像小孩子这样说 我又没有指名道姓 啊 你 你要 你管我 那就是到底 没有指名道姓 那怎么认定 怎么认定 或者说 就没事吗 没有指名道姓 这个是常见的误解 只要从你的这个文字的脉络里面 能够判断出来是谁 一连串的发言 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在讲谁 对 往上延伸 往下延伸 对 他没有指名道姓 还是跑不掉就对 对 因为很多判决啊 譬如说他在 他可能 真的有那种邻居 就是可能互相判不顺眼 然后 在那个社区贴大 对 可能他就贴霸字报 什么八楼的消杂簿 对 那可能他就一看 一看就知道 其实 那他可能觉得说 八楼很多女生 对 我不是在讲你 可是因为 可能大家都可以知道 他在讲谁 那之后还是会判刑 通常都会这样 就是有人来回应 他说你干嘛对号入座 对 但是其实 不要讲对不对号入座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在讲他 那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 因为法官判断就是 只要客观上的这个 大众啊 有办法从这个文艺 结合合理的资讯 推算出你在讲谁 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自作聪明 不要自作聪明 尤其是网路上的发言 现在法官那个想法 会比较开放一点 因为现在肉搜很容易 所以网路上发言 你就在不止频道的信 但如果你发言里面 有提供一些线索 对 那让大家可以肉搜 可得特定 对 用法律用 你就要可得特定 对 你提供一些线索 大家去Google一下 Google的出来的话 那其实就是了 其实就是啊 对 那接下来跟我们今天一开始 这个前面不小心谈到的假球有关 那我也跟贵子姐是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对台湾的棒球伤害时间很长 影响深远 所以他在不管社群是用哪一个平台的时代以来 其他在各个版规 各个就是算是最严格限制的 因为大家认为这个指控或者是影射会是最严重 所以像PTT就是说 你推文或发文指射或影射球员 球团裁判放水 且无法提供明确试证责 那当然他那个PTT可能或者是社群 可能就T啦水桶 但这个在应该讲说 也是这几年我的印象当中 球团跟联盟还有球员最不能忍受 就是说最容易会去做提告的 这个部分 就这样的一个方向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跟前面无脑系列可悲系列来比的话 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前面是公然无辱 前面是公然无辱 我们可以跟大家 我们这边就要讲一些法律知识的部分 因为这个涉及到名誉的犯罪 他就不是公然无辱了 主要有两大种 一个是公然无辱 一个是诽谤 我们刚刚不讲对事不对人 那对人的这种羞辱的 我们把他归代公然无辱 因为公然无辱讲的就是 一些无关痛一样 他没有说你去干嘛 他就是骂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 难听那也难过的 这个叫公然无辱 公然无辱通常词汇是不存在的 白痴 没有白痴这个东西 无脑没有无脑这个东西 脑残这东西 他是不存在的东西 有点形容而已 对对对对 可是诽谤他就是可能第一个 拿无中生有 拿子虚乌有事情来伤害你们 或者是拿一些你的私事 修辱你 大家私生活都有一些 可能不想被大家知道的事情 但坦白说 因为大家私生活 不一定都需要见光嘛 那比如说 比如说大家拿 有些人可能洗澡的时候 会有一些怪癖 那未必是坏事 可是不需要被大家知道 对 那故意去偷拍你洗澡 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也可以 这要码就是无中生有 对 要码就是拿一些 其实就是跟大众利益无关的私事 出来嘲笑 对 这样叫诽谤 对 诽谤就是拿事情出来羞辱人 对 然后稍微不重想 那诽谤这种事情 就是有真有假 我们刚才讲 公然侮辱的事情 它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但是诽谤它就是有的 对 你有没有打假球 假球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考试有没有作弊 作弊是存在的 对 所以就是会这两个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事情 就会比较接近所谓的 诽谤这样子 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司法院过去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过去有个判决 他说 骂人家妓女 有的时候可以是诽谤 就是骂一个女生 你是妓女 他根本不是 人家不是妓女 就是他可以是诽谤 对 可是在 在某些观念里面 会是有些骂人家妓女 本身就是一种羞辱人 他其实说你 可以是公然无物 对 这是很有趣的 他就拿这个当例子很有趣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来念书的时候 都会看到 那个刑法课本里面 就会具体很有趣的 骂别人陈威敏 骂别人如花 对 骂人家宋楚瑜 对之类的 我记得有那个汉酒 蛮好笑 骂人家马英九 之类的 骂人家许春梅 许春梅 许春梅一定会被拿来 在那个课本里面的注 然后我也觉得老师很坏 就每一本都许春梅 对 这很烦 这公然无这案例 对 这公然无这案例 我突然想到 北棒有什么有趣的案例吗 我想想看 像这边说 吴正俱只称张志佳 在日本打假球 嗯 不是张志佳真的有打假球吗 我不知道 后来有 后来有 在台湾的判决里面是说有 对 我之所以 结这个就是说 当然他这是违反版规 因为就变成说 他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对 他在台湾 假设这个选手在台湾 打假球 然后也被 起诉 对 判决定业 对 但是有网友讲说 因为你这 在台湾打假球 你以前一定也打 这样子应该是不行吧 不行 不行 这个就是叫无端指控嘛 就是说你不能说 他曾经在 今年这样 他小时候可能就这样 这是完全两把 这是 对 这不过也稍微补充一下是说 因为他在版规里面是说 而且无法提供明确事实佐证 其实在法律 他的会要求 比较像是说 你要有相当理由 就我提出来的证据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证明 但是我有相当的理由 可能百分之八十啊 能证明说 我讲的话应该是真的 那其实就可以 我举例来讲 他比如说一张自家这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拿这个 以前的在那个 日本有报纸 有说他打假球 那 假设 假设我有提出这个东西 那或许就可以 但如果你提不出来 那其实就是诽谤 就没有 根本没有相关的报道 那就是无端 无端 那我再举 也蛮容易在网络 还有现场 现场当然现在比较少 早期就是 比如说一个关键的判决 看来上就会有球迷 气冲冲的 可能指着主审说 你眼睛瞎了 那眼睛瞎了 这感觉应该还好 这可能 对 就要生气 就是生气 情绪性发炎 那你是不是有收钱 这个话就不一样了 对 或者说 你是不是 他们球迷有时候会蛮幼稚 你说你是不是另外一队派来的 对 或者说 你比如说 球是圆的 对 或者你是什么迷 或者你根本就是 对方给你钱 这样就应该 这个就应该涉及比较严重 就已经快到匪犯的等级 对啊 因为你等于是指控别人 有收钱 等于指控人家 就是因为有收受不当的利益 所以才这样判 所以才做一些不公正的判断 这个其实对他民意权就是伤害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 不太可以了 但是有些的case是 当然他不一定在现场 他可能是在网络上 他会说 他会先讲一个迹象 比如说 怎么可能今天A队都降判 B队都降判 显然裁判是有收钱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比较 应该是说 他总是有一个根据来骂 而不是说 完全全都没有 我这边又要进到下一个法律知识的介绍 来来来 就是刚刚讲诽谤罪 他的概念就是用 我们就讲子虚乌有这一部分好了 我们就把简化 就是子虚乌有 你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 你去讲 但这时候会有个困扰吗 那难道每件事情 我都 一定要讲说我是真的吗 我一定要非常知道他是真的 才可以讲 因为很多事情 我可能就是掌握 一定的 一定程度的资讯 那我没有办法掌握 百分之百的资讯 那我就不可以讲 这样也很奇怪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目前大法官 他是认为 四字五零九 他认为 只要你有合理查证 对 你有相当理由 进到合理查证 换个方向讲 按照你查证的结果 可以认为 你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你讲的话 任何人按照你查证结果 你可以讲出这个话 对 都会合理的相信你讲的话 也就是他要说服法官 有一个看似很激动的球迷 但是他只要能够在 法庭上讲说 我是为了什么 基于什么 基于什么原因 是当天的 怎么比赛 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提出一些数据 跟过去什么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如果法官如果可以 就是说可以理解 那或许他 他就不是那么的 对 所以不太叫合理查证 因为有这个名词 文字游戏 可能会有些法律人 跑来留言说 这不叫合理查证 但有些人觉得 合理查证 那不管法官讲相当理由 对 就是按照你查证的结果 要说服法官 按照这些结果 你讲的话有道理 那我想到 他叫相当理由 确信其为真 对 对 所以像刚刚 刚刚团长讲的 他只是看他 就是 A这样 B这样 那一定有收钱 这很明显 看起来 就没有合理查证 可能不太有道理 不太 对 应该没办法 是相当理由 确信其为真 那 反规里面 除了假球之外 就是 所谓的 无根据之 幻想 异测八卦 那当然 对我们球迷来讲 最严重 多半是 跟这个黑金 打假球有关 但是也有另外一类 也 也难免会出现过 就比如说 这个球员可能 过去有 什么样的绯闻 那 今天他假设 表现得不如预期 那就会有球迷 可能会讲说 我就委屈一下 洛毅了 来来来 洛毅 昨天一定又跟妹 约去玩到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大家是 比较不堪入目 所以今天才会 扔咖 才会这样连连 表现失常 那这个 这个应该是 完全是意测 这种类型的 也蛮常出现 这个我觉得 跟刚刚的也蛮像的 对就是 因为你 你没法确信 但他可不可以讲说 法官 他络艺以前好花 你看这个新闻 他都是什么 交好几个女朋友 这个都有八卦杂志 有报 所以我怀疑他 他今天这样表现 应该是 昨天是怎么样 这样应该 证据蛮薄弱的 对不对 除非他有看到 如果是我就会说 那是事实 你会软控 但如果是他以前 你今天讲的是 那个比赛的前一天 所以你还是要 特定出来是前一天 你必须举证 他前一天 比如说你可能 拍照 拍到他照片说 你看他半夜两点 还在某个PUB 被我看到 对 那我是真的有看到 或者是我有照片 对 可以这样讲 那可以啊 对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就是 也是无端的这个 意测啦 对啊 你不能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曹锦辉啊 之类的 那请问一下 那个比较少看棒球的柜子 听我们进行到这个 会觉得我们棒球迷之间 算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你有什么感想 热血 热血 会容易激动 容易激动啊 我觉得是会容易激动 因为就是很热血 很激动 才会搞成这样 不然干嘛 干嘛要投出 这么多感情 对 因为我今天 这个 你讲的 我也非常认同 因为我今天来 录这个节目之前 我也在我的两个社群 请大家提出 就说 我要找两位专家 一起聊 这个法律野球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我原本以为会 很多 后来发觉非常少 那我想想 为什么那么少 后来想一想 因为大部分人都 如果他没有处在那种 激情的状况 他根本 距离我们讲到的 这个擦边球都远得很 也就是说 他脑子里 其实不会充斥着 他想要 在网路发表一篇 会被告的言论 所以他根本 你叫他想说 有什么法律问 他根本想不起来 对 我待会还可以再看一下 最后的那个 搜一下那个网 但没有几篇 所以大部分球迷热血 另外其实也大部分 应该都是蛮单纯的 我相信是 只有在他很激动的时候 他可能不小心踩到 误触法 就是冲动 对对 应该是冲动 意思冲动发誉 其实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 刚开始看棒球的时候 我就超级兄弟像 是是是 就兄弟像没有赢 我会很难过 这一队比较 暴力 暴力 你自己讲的 爪迷就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会上那个 我只叫爪迷 因为就是 因为就兄弟像黄色 然后在那个 那个棒球板上 就会说他是那个 这个刮爪 像香蕉一样 所以就叫爪迷 ok ok 就是很好笑 然后我真的会去 跟别人吵架 小学的时候 可是因为其实我看到现在 就是看棒球 其实说真的 我看到现在20年了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我看棒球的乐趣大于一切 就虽然我进场 我还是会支持兄弟 但是其实 平常在看的话 我其实就是看爽 所以我就发现 我那个情绪就不见了 我比较在乎 谁角线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确实我觉得刚才讲 就是你要进去到那个情绪 你才会有这些言语 那我在这个假球的这部分 我也在补充问一个问题 这也是网路上还蛮常发生 然后当事者好像也蛮在意 但是他们也可能没有 就是说我简单讲 就是说有些选手或者是棒球人 他涉及这个打假球 后来被判有罪的 就是一般我们讲假球 那后来他在网路上 大家对他们的用语就是 假球仔 假球仔 那当事人看了可能会觉得 不舒服 但是是不是他也无可奈何 讲白了就这样子 因为你真的有打过假球 而且你是被法院认证 有罪 那我从此之后 只要出现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就底下 假球仔有什么好说的 假球仔还敢出来抛头露脸 他看到了他也无可奈何吗 我觉得他无可奈何 我觉得无可奈何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了 因为你就是啊 对啊 你不是我骂你 那是对你伤害 除非他没有 他是无罪的 除非他是无罪的 这样就差别很大了 比如说陈丰敏 OK 那就不可以 他真的是无罪 或者大家搞错了 比如说他以为贵制是 若毅也是 结果事实上贵制不是 是无罪 他有 那你一起写就不行 对 因为妨害名誉是保障你的名誉 名誉权 那你已经没有这个名誉 没得保障了 这样残酷一点是这样子 这是蛮血腥的 但是也蛮无奈的 谁叫你要打假球 真忍耐这件事情 这就是你的代价了 那我进一步再问 这些 所谓球迷口中的假球仔 他当然之后也所谓的重新做人 或者是 改做其他行业 甚至也还在体育界里服务 那找他合作的 比如不管是球队 组织 甚至于媒体 如果有球迷去攻击说 你们干嘛访问这种烂人 干嘛访问这种假球仔 然后他这么烂 你们这种频道到底在想什么 那这些 邀访他们的 或者跟他们合作 或甚至于聘雇他们的 是不是 也有 就是说 应该心里也很不愉快 可以回头去 跟球迷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要告你 这样可以吗 不行 因为被骂的不是他 对 对 因为他骂烂人是骂那个 但是 如果你说假球仔 但是 但是如果他说 假球仔 你是个烂人 那 这一个所谓的假球仔 是有权利去告 可以 他可以 我懂我懂 这跟一开始 若一的见解是一样 对啊 是一样 对 如果就今天请个烂人来 说按贵子 你干嘛请那个垃圾 我其实不是 我虽然是在骂贵子 但是我垃圾这个词 会不是在骂贵子 就是 对象是很重要 对 要特定出是谁 了解 了解 其实球迷有时候 那个对话也都蛮 不堪入目 其实想一想 也蛮 蛮 蛮 蛮好笑 比如说 假设 我在比赛当中 曾经不小心 踩伤 落意 我们两个都是不同队伍 造成他严重的受伤 之后球迷对我 任何的动作 经常就会拿这件事情 出来说 你看 团长这个家伙 这时候又是准备要 害人家受伤了 那这要怎么讲 这是一种推论 评论 还是说 算是无端指控 这个是谁啊 我突然想不起来 都有 这个 有几个案例是这样子 就大家之后就扩大 不知道贵子 能不能理解 这个 他曾经把别人弄受伤过 对对对 比如说我曾经在 比赛的当中 跟 落意发生冲撞 那造成他很严重的受伤 那不管我是有意无意的 他就 他受伤是很严重的事实 之后 我这个人 我做任何事情 我做任何事情 有类似的 好像 差不多的情境 球迷就会说 啊 团长这 肮脏鬼啊 或者是团长又准备出 出脏手脏脚 准备又要害人 这样子可以吗 我觉得这就有点难 这个蛮常出现的 这也蛮常出现 这样评论吗 这对 我觉得这有点评论 这个真的有点难 因为他并没有直接讲 他 应该讲 他虽然是讲他不好 但这个不好 是基于他确实过去 有做某个行为 但他这个 当下他当然不一定是 有这个伤害的意思 我自己觉得 我评估起来 沉醉机会不大啦 我觉得沉醉机会不大 没关系 你们可以想一下 我往下一个案例 好 这个我要想一下 对 蛮常出现 吸虐的用语 就是吸虐的 就是比如说 可能贵子不知道 这个洛义丁绕 就这几年很流行讲 呃 教练是西瓜 嗯 那我跟贵子简单 还有这个 不是球迷的 听众解释一下 西瓜意思就是 明明是人嘛 为什么西瓜 因为西瓜不会动 在休息室里 好像其实他是 讲白了就是 废物的 比较好的称呼 OK 对 所以 那如果这个 这个用法在 棒球 球迷间是 很普遍 那这样讲 当事者是可以 就是说 我因为 比如说 我明明是团长 你觉得我播的不好 你说团瓜 我不是瓜 我生气 你这个是 我知道你是在 用 负面的字眼 我可以告吗 对 教练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他明明是 呃 陈总教练 陈西瓜 陈西瓜 就是陈西瓜 只会坐在休息室 什么都不会做 这 这 这严重 我觉得这个 可能相 相对 还是可能还好 但是这个词汇的 那个评价 他在每一个场域 都会不一样 我记得监狱里面 好像骂别人香蕉 有可能会成立 公然侮辱 好像二神 就是没有说没 对 后又没有 对 但是就是 他也是有争议的 就是我跟官方讲 因为西瓜本身不是脏话 但是他可能 在某些情境里面 他可能是脏话 看他有没有到 贬低人的程度 对 因为如果像你 西瓜 就是你就是废物 西瓜 假设在棒球场域当中 他等于废物 他等于废物 那 其实就是骂别人废物 或者等于是一个 就是好像只能摆设 对 没在用脑 反正西瓜 不会动脑 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机会 也没有到那么大 但要看他有没有一点 评价 评价 就是说他是不是 混 就是不做事情 对 批评人家 就是拿钱不办事 对 有没有这个味道在 我不知道 对 就如果有的话 可能又比较不是 因为等于说这个教练 坐领甘心 他有这个味道在吗 有一点 有一点的味道在 有一点 对啊 就是就是你 就是你只在那边嘛 对啊 就不好好指挥 好像一个雕像 对 如果是 如果他有一点这样意味着 那我就觉得 可能就把他接近评论 对 那如果卖那个 如果单纯卖那废物的话 那可能就是 更公然无论 就是那个评论性不见 对事不对的 那个事的那个性质 就不见 那我再往下一个 好 反串系列 反串系列就是 有些人其实 我举例来讲 就是说我根本不是相迷 我就故意讲说 我就相迷啊 我就烂啊 我就容易激动啊 容易乱丢垃圾 就他其实不是 但他也可能是 就不知道 就是我们 反正就是 就是用自己 好像用骂自己 其实他根本是在骂别人 止伤骂怀 类似这样子 这是可以的吗 这个应该就完全没事 这个还好 要骂自己 对骂自己 对 所以这就是 虽然反串 但是他没有 对特定 可得特定人造成伤害 那下一个 好 这通常是 这通常是板规里会有的 就是明示或暗示 诅咒求援受伤 或者是确诊 等一下 等下 归自己笑着 就真的是 这真的是板规 我真是觉得 会禁止人家诅咒受伤 对 所以我会常讲 说板规感觉 他的位阶比法律高很多 这样子稍微被处决的 这个板规 他的道德线化的 比法律还高 对对 在这里法律 反正就是 人类最低的道德标准 你这样讲 我通 但一般会禁止这样子 除了是 主要应该是怕造成 这个社群里的 仇恨性 仇恨跟 就是大家会吵起来 对 你诅咒我的球员 我诅咒你的球员受伤 你诅咒我的球员 腿断什么 其实蛮幼稚的 但法律上 这个没问题吗 因为它没问题 因为它迷信 这种迷信性行为 不处罚 对啊 这个在 明法总则课本里面 还真有专用名字 叫迷信犯 迷信犯 还真有那个案例在讨论 就是某甲 某甲修炼法术 然后修炼法术 然后努力钻研 然后怎么想要 利用法术 什么杀死牟尼 然后牟尼还真的 因为这样被公司撞死 那这样子还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犯罪 当然是没有 因为不处罚法律 不处罚迷信 我想说法律 请问课本 为什么要试弃这种白痴案例 请问这个谁 请问谁会去做 请问哪一个检察官 会去抓这个某甲 是不是很白痴案例吗 大一有时候看这些案例 会不小心笑出来 但是这是什么制装案例 对对 那迷信犯 那我 那不过迷信犯有时候会 有些案例的话 会比较有挑战价值 什么样的案例 譬如说 运用宗教迷信 骗色 那当然 因为他已经是有实质的作为 或者是用迷信骗钱 对 那这就很难 这个讨论起来就比较有讨论价值 那像这个 你说诅咒球员受伤 那假设这个球员真的受伤了 干共屁事 对 明显不是你绕成的吧 因为法律 因为法律不鼓励迷信嘛 对 我们基本上对于这种科学 不能证明的因果关系 是不会碰的 不处罚啦 不可能 那我进入到那个 下一个领域的提问之前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 我比较 我想 可能球迷或听众听的也有点小小的糊涂 就是说 两位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 这些网友一个建议 就是说 什么叫做 可以公开评论的范围 或者是 有些人会说 我这个言论自由啊 为什么我不能讲 就是说 你会给他们 我们刚才 这么多系列之后 你们会给他们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指南或建议 我先讲个前提啦 言论自由 当然是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本来就不是 至高无上的 否则我们不会有 公让无路跟诽谤罪 公让无路跟诽谤罪的 这个成立的前提 就代表说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要守 一定程度上限制 所以你就高喊说 你有言论自由 这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对 你要讨论到你这言论 是不是合理的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像柜子讲的 就是我觉得尽量对视 你要骂什么 都尽量是说 它是基于什么事 我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会比较 OK 你不要针对一个人 去骂这个人 我觉得 至少你做到 初步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比较安全 可是 可能会有穷迷会疑问说 这个蠢事 就这人做的 我不骂他 我骂谁 就是对视不对人 对视不对人 毕竟他还是做了一个蠢事 就是我们不要人身攻击 你不要纯粹去攻击那个人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教练好丑 这个教练很矮 这个教练是智障 这个教练 这个教练指 我不知道指挥吗 这教练的 下下的指挥很烂 战术 战术很烂 或者这个球员的 这个打击很蠢 对 这个可以 其实可以 至少讲是一个 一个他做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这个球员 肤色好黑 就不行 对 靠一下 对 这个就种族起始 我一样拿许智隆 许智隆你漏财 雷包很白痴 是 那我想这个绝对没问题 许智隆你是白痴 你就是想跟你的 相迷朋友成为敌人 对 你今天一直举这个历史 因为这真的太好笑 这真的太好笑 这太好笑 我觉得这真的太经典 是是是 阿克如果一直说 许智隆是白痴 这当然不行 对啊 因为你这就是 毫无理由对他人身攻击 然后可受公平知识 就是也不是什么事情 都需要大家讨论 对啊 有一些事情 是人家私生活的事情 对 也不再需要讨论 他的这个作为 这个事情是要有 公益的讨论的价值 那让我们骂 那OK吗 对 这通常越隐私的事情 就越不需要讨论 越不应该拿出来 接受大家检印 对 当然有一些是公众人物 对 那公众人物 可能有一些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们好像会觉得 他有需要被大家知道 通常是可能政治人物 对 或者是一些荧光幕上的明星 那为什么荧光幕上的明星 目前法院都会觉得 他的私生活要 要受到大众检验 是因为这些明星 他是靠的 靠媒体 他是靠媒体 所塑造出来的 清新形象赚钱 所以就 如果你的私生活 跟你营造形象 落差太大 那本来就有 接受大众检验的 对 这是那个法院 一款的那种想法啦 所以如果搬到 球场上来讲的话 当然那些明星球员的私生活 就是 但是说到大阴检验 也是 可能也 也有可能会落在 合理的范围 对 但是不能太超过 不能太超过 对 不能太超过 好 那我可以进入到 下一个啦啦队篇了吗 好 可以 啦啦队篇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现在 这个职棒非常重要的主轴 就是每一队都有 非常具有特色 庞大的 这个 虽然没有看职棒 但我们知道这件事 抖音上一大堆 对 零香 最近有一个事情 就是 某一个啦啦队 他在 球场有些时候 都会有跟球迷的互动 对 然后呢 就有一个球迷呢 就 在他 因为 应该讲 绝对没有同意啦 就是 就突然之间 去碰住他 好像是 把他的手举起来 然后他非常惊吓 那也 当然反正这样的事情 碰住手吗 就把他手可能拉起来 球迷去抓啦啦队 对 把他举起来 可能是 比如说 假设说 胜利的是谁 然后他就 他就把他举起来 或者是 他就无端 假设他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他就把他手举起来 或者是有碰触 那这个部分 在这些年 有啦啦队之后 也实有所闻啦 就是有些人会 类似伸出 闲珠手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那这方面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当然 可能就落到 性骚扰的房子 大家先问 他碰出手的哪里 比如说 他就是在他旁边 然后 假设这啦啦队 还不知道他赢了 他就很急 是你啦 他就把他举起来 假设是假 假设是假 如果是拉手腕的话 可能 是不舒服 没错 可能是不舒服 但是 但是可能还比较有 争辩的 争辩空间 因为 因为 因为拉手腕 高喊胜利 是比较 比较常见的状态 当然 就是这个人要有 他原因说 我为什么 去拉他的手 而且这个行为 也是符合一般 合理的一个状态 因为性骚扰 他强调两件事情 一个是 当加害人 跟被害人 各自在想什么 加害人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被害人 因为这件事情 他的感受是什么 那被害人 通常一定很不舒服 他可能觉得 被冒犯 或者惊吓 所以被害人 觉得被冒犯 一定要 一定是重点 如果被害人 根本不觉得被冒犯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也不需要 去强迫被害人 觉得他性骚扰 对 这是 譬如说 郭信淳 不是跟他教练 在德金牌之后 表报一下 然后大家都说 这个是性骚扰 对 最后 最后郭信淳 就说他其实没有 觉得这样不舒服 对 有一个这样争议在 对 后来就有人说 如果郭信淳 自己没有觉得不舒服 大家也没有必要 去讨论这件事情 对 所以到底郭信淳 有没有不舒服 后来就 既然郭信淳 他们自己 有做一个这样的声明 所以大家好像 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 被害人本人 有没有不舒服 是一个要先讨论的事情 没错 然后再来是 加害人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这很关键 如果他是 因为胜利了很开心 所以他做了一个 客观上 大家在胜利的时候 都会做错东西 都会做事情 就可以 我觉得那就会比较 或者他只是急着提醒他 说是你啦 你怎么不知道你赢了 那当然 后面我们可以去提醒说 人家跟你不熟 人家会去碰 未经他人同意 不要这样做 对 所以如果他第二次 又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他是在心扫脏 因为你已经知道 人家不喜欢的 你还做这件事情 球迷跟啦啦队 接触类的 另外一种最常发生 大概是 除了活动之间的 碰触之外 就是合照 那合照 有些人就想 今天难得女神 在我旁边 或者烂鬼 或者摟 腰给他摟下去 那这是不是就像 柜子刚才讲 如果 未经这个啦啦队的同意 他感觉到不舒服 那 如果他觉得没关系 那就是一回事 他如果觉得 你怎么突然就给我摟过 或者摟 摟得很近 你为什么听得很爽 我没有 对不起 他刚投射了 OK 我刚刚是 他一直在幻想 我刚刚在想 对 如果这样摟别人 或是我被摟 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 那这种 case也是 包括现在在很多战场 对这会发生 然后怎么 Coser啦 或KOL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 这个是不是 类似你们刚才那样的一个解释 对 这个就要跟听众朋友 特别提醒了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摟腰 或者是甚至可能搭肩 搭肩就很容易碰触到胸部 这个就会有刑事责任 因为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就有一个 意图性骚扰 趁人不及抗拒 而触摸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体隐私部位 那身体隐私部位 目前解释是比较宽松的 他不需要真的是 什么下提这种私处 就是客观观念上 觉得比较私密的部位 比较一般人触碰到的地方 一般不太愿意给陌生人摸的部位 都会成这个私密部位 所以这个腰部 我觉得也很有可能 或者搂 这都 你刚才那个 跟他提醒说你赢了 这个太严重 因为刚刚是手腕 这个是很明确的行为 手腕然后又只是你赢了 所以这个可能 你要说法官来接受 法官判这个不是性骚扰 大众可能也比较能够接受 你说搂一个女生腰 那法官要说这不是性骚扰 法官大概变口容法官 很难 社会大众也很难接受 不过 我趁机再问一个 就因为球场有些 会接触到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比较窄小 那他如果 说实际上有些 我认为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还是造成 这个啦啦队很大的 惊吓 然后变成一个新闻 那这个人会不会觉得 很无辜 就是可能会被大家编 说你色狼 吃汗 那他的无意 是不是也 事实上不是那么 罪那么重的状 或甚至于是无罪的 我觉得这就是 有很走到很长 这就要靠 这就要靠洛翼来教导大家 因为这 因为这就是 洛翼还有他的技巧 是是是技巧 什么技巧 我只要专场 因为洛翼很会跟女生 做这种相处 对 我觉得其实讲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逻辑 是 就是 你只要不要未经同意 触碰到别人 其实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你刚刚讲 刚刚 团长讲的所有一些案例 其实都是你未经同意 触碰到别人 对对对对那当然 你未经同意触碰到别人 是不是必然会等于庆招了 不一定 不不一定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 让这个状况变成不一定 你一定不会成立庆招 就是你不要去触碰别人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 如果像你刚才 蔡大哥讲的那个状况就是 如果他只是 你说 那个 很紧 很紧啊 对 有时候不小心 就碰到他的屁股 我就会让 就会就是 想办法 就是 好比说 对 或者 收取高一点 或者如果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 我可能会主动的说 不好意思很紧 很紧 对 会不小心碰到一下 请你不要介意 对 其实就是要对 对 然后我会 我会用手背 嗯 我会很刻意的让女生知道 是不得已的 啊 然后用手背 啊 或者用身体的背部 去 不得已的碰到 就让他知道说 我没有要去 利用这个机会 凯西有水 对 我通常自己手会举起来 就是我可能要过手 我就会这样 这样子 对 那这样就大家就知道 我就我没有这个 绝对没有这个意图 那你有跟一只周星矢的第三只手 没有没有没有 假手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条就是 就还是要跟所有观众讲 我觉得就是 碰到辣辣队 当然很开心 碰到林湘的话 我一定哇 我一定跟他拍照 但但但我觉得 就是 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没有说好 绝对不要碰他 哦 因为人跟人的相处 是自然的 你 在人家没有 同一情况下 你看起来不熟 对啊 去给他多摸两把 在人家心中 有些不好的印象 何必呢 对啊 到底得到什么东西 对啊 好 那接触类的其实 像我刚才讲 这个其实反而不是那么容易发生 对 比较容易还是在网路上的一些论战 那刚才像 洛逸讲到林湘 但也是今年的话题人物 对 呃 啦啦队多半在网路上 会 呃 像我这边的举例就是 呃 有些球迷 假设他不喜欢这个啦啦队 就是说啊 脸好塑胶哦 或者说啊 那鼻子很假 或者说啊 那个身材比例不合理 那肯定是龙胸 甚至于有些就会说 嘿嘿 为什么我讲这种死利 我会说 或者会说啊 假面双面人啊 很虚伪啦 女生很容易被叫骂 对或者是 或者是因为他们 有些时候会穿了一些比较 呃 比较 清凉 清凉的或者是 呃 或者 有时候 对女生比较被误化 舞蹈 呃 舞蹈动作大 然后会讲啊 故意走光了 我刚才举凡这些用语 是不是都有一些 其实是 已经不妥 不可以 我觉得 因为鼻子很假 肯定是龙胸 那就一定会碰到 就是一样是 可能会有诽谤的问题嘛 因为他是可能是 我没有 你说我有 嗯 那他会不会说 法官 那我请求 要对他 找专家给他身体检查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 绝对不行 你自己要 你一定要自己举证 而且这个问题 像我刚刚讲 诽谤有第二种 就是这个是 不干你的事 就算是真的 也不需要被大众 检疫的事情 对 有些事情是这样 有些事情是 虽然他是真的 但他被大家 他被曝光之后 可能大家也会 会让这个人被指指点点 嗯 可是有一些事情 他本来就不需要 被曝光的话 那你刻意让他曝光 害他被指指点点的话 这种行为不被允许 嗯 但柜子你这样讲 刚好跟实际的状况 有一点反过来 实际的状况是 呃 就说 比如说媒体 去报道 某一位啦啦队 然后他这个 胸前很伟大 然后他就强调说 哦 我这就是 比如说啦 吃青木瓜 啊 真材私料 毕业长大 所以我是真的 那有些球迷就说 假的假的 那是不可能 什么什么 那这时候 该该怎么去 就是他有些就坚持说 你那个绝对是假的 啊 一看不合理 然后 然后就是 可能当事者曾经对媒体 或者是曾经在 他的IG说 哎 我这是天然的啊 哦 我是 其实我觉得这种案件 他就不会上官司 因为被害人 就是女生本身如果去打官司的话 就到时候 告诉的 反正被认真是假的 对 哦 这有可能是独立 这状况的风险 对 因为也只有当事者 他还可以去 你不能因为说 我是这个啦啦队的支持者 我帮他代为提告 是不行 对 对啊 所以我对啊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啊 不如就比较理他 对啊 因为很麻烦 对啊 万一他真的是整形 虽然我们自己的观念 是觉得 整形又整形又怎样 把自己弄漂亮一点 开心啊 整形又有风险嘛 那你自己要承受 对啊 那什么很虚伪啊 双面人 这个 这个一样就是 尖商刻薄 尖商刻薄的词汇 那就会落入到我们前面 刚才所讲的 要不然就光让我落 对 要不然就是评论 对 了解 这是这是啦啦队的 啦啦队也还蛮常吵的 我觉得 啦啦队有时候更长 对啊 尤其这几年了 就是会有支持的 跟 好像特别讨厌他的 对 像林江 我看网络上 有时候骂他也骂得很凶 是算是话题 最红的人物 最后一个 因为我今天看到 一个政治的新闻 我发觉我曾经 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 有球迷也会对我们不满 主播本身 有有有 早期是很激动 真的啊 对对对 我今天是看到 这个政治 我就不要讲了 我也收过 就是有球迷对我们的 可能个人 或者是讲的内容不满意 然后呢 他也寄封信来 但他也没有多讲什么 他就寄名字给我 我们寄名字给你 寄名字给我 请问一下这样是不是 我可以对他 提出法律行为 这个有恐 我觉得这个有恐吓 这就是会有恐吓的味道 对因为名字 我们一般所理解就是 死人 所以他 他其实想要传达给你一个讯息 就是他要你死 那这个在刑法上 他有可能 可能会构成恶害的通知 对 恐吓罪 恐吓罪 但是我不满两位 这是真实的 而且是很早期 那时候球迷有些也比较比较 你看像还在 还在寄信的年代 你就知道那是多 那我当下为什么 就算了 不是我宽容大度 因为同一时期 我的同业 他还是记者 他收到比我更 更多名字 不是 他收到的是便便 哦 这个应该也不行吧 但是这个反而 这个反而 这个反而没得够 对 这反而是 我不满两位 被欺负清理法 不是 当我知道 有人收到便便 我就释怀了 我就觉得我收到名字 还好 还好 这收到大便我比较生气 对啊 这真的 这都是真的 打开那一瞬间 可能这有 你大便很臭嘛 对 听说是干掉了 他有干掉再去 去烘干他 用一夜干的方式去吃 OK 干掉了大便 那很起来没那么臭 但是收到名字 会真的会有点就是 会有点怕 会有点怕 我觉得晚上回家 会觉得是不是会有人 突然拿布袋出来 对对 就是我如果收到大便 我会觉得是有人讨厌我 但如果收到名字 就会觉得干 有点想干掉 可是我不晓到当时 我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可能年少轻狂 我记得寄名字给我 他不只寄一次 但我始终没有很 可是当体育主播 为什么有什么要被寄名字 体育主播有什么要得罪 他就觉得你在 你在播报球赛的时候 太偏了哪一队吗 可能 他其实 可是你也不能左右赛事啊 他其实 他从头到尾 只用名字跟我沟通 他并没有告诉我 详细的 当时好奇 就体育主播 可以测入什么利益纠纷吗 我只觉得很明显一件事 因为你还在养肩嘛 很显然名字没办法沟通 所以不知道 但我觉得体育主播 也偶尔让我可以理解 因为有一些主播 很明显会偏谈某一些 对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你偏谈 对 他们就不爽 偏谈 甚至于他会堪托 他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你这样讲 我今天支持的球队输 甚至于我输 有这种事 以前早期赌的厉害说 恐吓电话我也都接过 所以我也跟洛伊包 很多球迷这几年网路说 这PTT这样骂你 你会不会怎么 我心里都在想说 名字我都说过 你还怀疑着 这是名字的部分 对对对 可能位置比较不知道 有另外一个主播 他这个名字会被别人改掉 他会叫什么什么壮 因为他很 就是比较 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偏谈 忠信兄弟 所以大家就会 就会呛他这样子 哦 这其实蛮好笑的 我自己就很好笑的 但早期有一段时间是那种 呃 呃 赌博书他会找人发泄 这种有 打电话来给你无声电话啦 叫你不要乱讲话 这都有 这这这早 现在没有了啦 现在都 名字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人体育主播也要被 也要被 也要被牵连耶 不会啊 三十多年手势 这速球感怎么会发生 因为以 因为应该讲 我觉得比较差别是说 以前啊 大家看 差不多说我讲我小时候 我看棒球 我就是 我就只能拿起我的 这个遥控器 打72 嗯 然后就看到 蔡主播在那边 那个是我们唯一能看棒球的方式 因为现在很方便啊 你YouTube剪辑啊 什么都可以看 所以你等于是你要看棒球的时候 你一定会听到主播的声音 OK 所以你的情绪可能会 随着那个声音 你可能会有点影响 OK 所以我 我可以想象 就是有些人真的会不怂 这样 哦 对 虽然我不能理解啦 但我可以想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想象 我的部分问完 我最后可不可以帮 呃 一般其实球迷啊 呃 民众网友 他对于法律 其实不太熟悉 他们不了解 大概会遇到什么程序 嗯 那是不是也两个可以 就是说 呃 假设我要 我在网络上看到 呃 你们刚才讲到 他是毁谤 或者是 公然无入等等 我要告 我要怎么告 程序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 呃 告人跟被告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另外 真的有罪了 他要付出代价 在我们刚才讨论到 这一些事情当中 会是多大 也让大家 有一个理解这样 这个叫问 就比较具有 实物经验的规计 这个公然无不跟诽谤啊 在节目上去 就这个 实物界 很不喜欢 对 哦真的吗 因为他们就觉得 因为坦白说 因为这个小案件 对 小案件 唯罪这样会浪费 所谓浪费司法资源 应该这样讲 也不能讲浪费司法 因为毕竟是 因为毕竟刑法 就有这个罪 就有这样不一定 对 对啊 但是 要说对警方 跟检方来讲 就是他们很常看到 案件就是 这样也要告 对 他们就觉得很烦 他就觉得 赶你妈的死地呢 而眼睛 哭 哭得把塞 就要告 对 他就觉得说 这个很幼稚 很中二 对 他们就要花时间 去查 因为你要告 好 告程序是怎样的 假设我要告人 你在网络上被告了 你就把网页截图 那最好要把那个网址 然后实际 然后他这是在什么时间 哪个网站 最好都完整截图 把它列一下 这是告跟被告 都要做这个事情吗 最好都要做 你要告人 要告人 主要是告人 因为你要有证据 出处 那你就带着截图 去警察局报案 就说我要告这个人 警察局 真的要去 第一步是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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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这个人 然后警察就会问你说 警察会问你说 你有办法找到 这个人吗 我怎么觉得 柜子好像那个 派出所很无奈的警察 对 因为警察真的会很无奈 因为我做过 很多事这种事 因为当事人 当事人 当事人嘛 那警察说 你知道怎么找到这个人吗 OK 因为PTT 可能比较有机会 因为PTT 可能 因为有注册者 在台大嘛 OK 可能有到 因为有IP什么 找得到是谁 有机会询线找到 那如果 但是Dcard的话 就是台湾网站 也比较有机会 那如果是脸书 他用本名的话 那也 然后也比较 然后又可以从 他的一些自己公开 线索 也比较有机会 如果他完全都是假名的话 就是脸书 IG 就看你的机会了 但是 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些 对 都弄好 弄好 然后去派出所 说我要告他 对把他的发言 截图下来 然后最好就是 你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 有办法找到这个人 然后至少给 知不知道他是谁 给警方一些 找到这个人 因为警方一定要 能够找到这个人 然后才能够往下 判下去 OK 然后警方就是 为了你这句话 他们会花一些力气 把这个人找出来之后 就会把这个人 叫来做笔录 说这句话 是不是你讲的 那你为什么 要讲这句话 然后找到这个人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人 移到警方那边去 然后警方就会把 两个人再叫来 然后再做一次笔录 然后说 这是你讲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骂人家 然后警方突然问 说那你说 什么要不要和解 对 通常要不要和解 如果他们不愿意和解的话 那通常就会 然后就会把那个 骂人的起诉 然后就到法院去 然后法院就要审判 然后审判请的法官 就会再问一次 要不要和解 要不要再和解 我插个问题 是不是一审就会决定 还是会审好多 什么二审三审 一审判完之后 如果对方还想上诉 他可以上诉到第二审 还可以上上 在原则上 你只能上诉到第二审 这个不能上三的 除非要一审判无罪 无罪二审有罪 那我们刚才谈了 大概这样子 如果被判定有罪 他的代价会很重吗 不会 大概就判十天吧 对 然后你就可以缴一颗发金 基本上一万吧 对 一天一千块 我们可以这样讲 基本上这种罪不会做 一定不会做 绝对不会做 但是时间 我想了解另外一个 是时间成本 就是说整个过程 大概在台湾的法律 实物上 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 才告一个段落 可长可短 实际开庭 可能就是两到三次吧 去警察局 可能一两次 然后地检署可能一次 就是侦查阶段 然后法院可能一两次 如果上诉的话 再多一两次 那每一次开庭 每一次实际开庭 可能就是半小时 你勤后等 耗掉就是半天 那还是算了 就是很麻烦 对啊 那还是算 那何必为了一时 对 即便只是 那这样子被判定有罪 我们一般草民的官 这样是不是就叫做 有钱科 理论上是 但是我们的钱科有两种 钱科有两种 私私有少种 钱科有两种 就是钱科有分成 我想要怎么讲比较白话 钱科有分成完整版跟简单版 就是去警察局调阅的是简单版的 因为去警察局调 为了要让这个民众 比较早工作 不会被这种小座影响 就是要保障大家的生活什么的 就警察局调的这种 叫做什么 两名证 警察叫两名证 但是它的完整名证叫做 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应该叫这个 它大原则是只有 真的进过监狱的犯罪记录 才会出现在上面 所以你真的 你真的进去监狱 你真的吃过饶饭才会出现 这个就算有钱科 按照你这样讲 它算是很轻微的 不会进监狱 通常你要进监狱 一定要是暴力犯罪 金融犯罪 性侵害什么 对对对 性犯罪 很严重 不得一颗罚金 不得缓刑 但时间成本很惊人 很惊人 要去派出所 检察官要找你 然后开庭 其实有两个字 很烦 我说的那个完整版的 前科记录 那个只有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法院内部调阅得到 一般人外部看不到 我问一个更务实的 最后一文就说 不管是告跟被告 他在这个过程 到结束之前 到为止 他要付出多少钱 大概 这就是问题 台湾的刑事 是不是不用钱 刑事不用钱 那如果你请律师的话 就很好 那双方都可以请律师 也还是说 也都可以不要请 都可以请 也都可以不要请 都可以 那如果要请 假设我是告人的 或不会我要请 那我这样的一个 小罪的事情 大概会花到多少钱 正常 台湾好钱 其实要看你请 看你请谁就对了 你请刘洛毅话 可能五万 杨贵子可能五十万 观众听好了 观众听清楚了 以后都找我了 因为行情 这每个律师不一样 都不太一样 没有公定价 没有办法给一个答案 了解 真的有律师 就是一个 我这样讲好了 律师的报价 就是按照一个省 省机 所以他可能 像我刚刚讲 刑事案件 会分成侦查 然后一省 二省 然后三省 所以这个所谓的侦查 一省二省三省 这都要分开报价 等于就是 都要分开付钱的概念 那有一些 有些律师可能一省五万 有些律师可能一省十万 有些律师一省四五万 听过一省一百万都有 对 跟大派程度有关 就为了写了一个瓜字 没有 他通常会看 通常在月高的律师 他涉及到非常重罪 金融犯罪那才会 如果你就那个案件涉及 可能要进去吃牢犯十年 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 那个请一百万 让你不要坐牢 都值得 但这个通常就真的不会太 这种案件就通常不会太高 那我们讨论到 这一个最后的尾声 我是蛮好奇 尤其是 洛毅当然他是球迷 然后贵子 今天这样听 我想请两位谈一谈 就说 因为我们案例 大概就是这些 尤其是 可能比较容易发现 大概就是这些 两位会给球迷 还有球团 还有联盟 联盟有时候会提高 你们会分别给他们 什么样的建议 尤其是球迷 尤其是球迷 我自己给联盟一个建议 这个参考 这个我也是我们的好伙伴 书雷 其实写过一篇文章 对对对 那个文章蛮重要 就是要说 球迷的行为准则 这件事情 那他觉得现在 很大的问题是说 因为球迷行为准则 他其实是在买票的时候 他说在每一个页 因为每个买票页面 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会觉得 那个东西很难找 所以我觉得 比较好的做法事情 应该是我们的 职棒联盟 应该去主导 去让球迷行为准则 这件事情 让球迷更清楚知道 球迷才会知道说 我在球场里面 做了哪些事情 会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 才不会有争议 好比说 之前不是有球员 他球迷在里面 乱骂打奖球 然后被永久进入场 那他就说 你凭什么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你 球迷准则 一直有让大家知道说 我就是在 就是在 我很主动让球迷知道 在我官网哪边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你进场一定要 就是 遵守哪些秩序 所以你今天这样做 你被判终身进入场 你必须要接受代价 我觉得这是对整个职棒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这也是美国的职业运动 其实针对球迷准则 在做这件事情 这我自己给联盟 参考我这个 好同事苏蕾的这个文章 这个我觉得 可以给的建议 这个文章很不错 我有看 因为我觉得球团 因为现在 球场的经营 大部分是交给 主场球队自己处理 那有些时候也会遇到 就是 很为难的状况 但实际上 那个为难的状况 大概都源自于 原本你的一些规范 即便你要密密码 小字你都没有 对 那就变成是 就变得很难处理 对 对 对 没错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 我觉得看比赛就是 激情过后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你讲一个 我现在可以理解 这方向都是当下 当下很激情 对啦 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但这就是 这真的是困难的地方 就是 好了 我自己觉得 我给球迷一个建议好了 没有 毕竟我不是球迷 我觉得很难 我很难 我觉得啦 设身处地给这个建议 我看到 棒球看到现在 看二十几年了 我看职棒 其实就真的是看爽 我看什么最有激情 国际赛 所以我觉得 大家泡口对外 说真的 你去骂 你这些东西 你去骂国外球员 他不会告你 他告不到 对啊 那就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但是 就以刚落寞国际赛 有些时候球迷 就是爱中华队心切 中华队只要表现不如一起 他照骂自己的 你知道就是会这样子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这种工作者 也都被勘托上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好像是2013年吧 然后好像是 WBC的预赛 我记得郭宏志 不是被敲一个 逆船的两分炮吗 对 然后我就看伦敦骂他 我就觉得 就我觉得 大家都是台湾人 不用这样子 难道郭宏志 在球场上投出那一球 他是自己希望 自己被打全人打吗 他动过那么多次手术 从汤明匠手术 这样重新站起来 在美国 当最佳中继投手 2009年 投到现在 投到那时候 每一个在球场上的球员 一定哪一个不是希望 替台湾争光 没有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就是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 常被欺负的国家 我们要炮口一次对外 就从球赛开始 那有没有 呃 呃 特别 两位就是 给球迷就说 他要在网路上 发表一些他的看法 他自己必须 要再次的提醒自己 什么事情 好啦 情绪控制不住 嗯 一定是情绪 就是很想发泄 倘若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 嗯 秘密发言 查不出来 啊 哈哈哈哈 最后居然 糟糕的建议 居然教坏的 开玩笑的啦 可是他也蛮 因为他还要办个假账号啊 对啊 也是蛮 这个行为是蛮可悲的 而且通常哦 他在义愤填营 或者他去 kip poop的时候 他他会忘记这件事情 他其实就直接就上了 啊 你就对视啦 对视 你就尽量 你就尽量 就是说 刚刚那个不对 真的烂啦 什么 嗯 真的练习 对视 对视 所以对视不对人 对视不对人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因为法律 因为台湾的法律 真的言论是很自由的 对 如果今天对视 然后你讲的再科婆 基本上真的都不太会有事情 对 你说教练存到不行 想就会很危险 你说今天教练 他的战术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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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我觉得林岳萍 这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不这样做真的是很脑残啊 那那那那 坦白讲 这个难成立啊 你都前面讲那么多理论了 对啊 但是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虽然法律上 按照两位刚才讲 嗯 有些是可以 但你在那个版规 可能就不行了 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在人家版发言就 你要听人家的游戏规则就对了 对啊 不过我们刚才讲最后重点啦 被告就很麻烦啦 真的麻烦 听讲好麻烦 很麻烦 有些看 我刚想到无奈的派诉所警察 我就于心不忍了 对 因为还是倡议一下 公安无路罪 除罪 哈哈哈哈 虽然说我自己 也告了不少 哈哈哈哈 但是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issue啦 另外一个issue 另外一个issue 所以像我说 律师的这个部分 我也告了不少 对我知道 但是我内心还是 最近很忙这件事情 但我内心的深处 还是相信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要朝向 出罪话 至少限缩他的使用 对 不然有点太被大家滥用了 对 所以大家就是 情绪心房也要控制好了 但是也不要一直乱搞 对事不对的 对没错 好 好 收获良多 相信听的 这些湘民求民 应该收获也蛮多 啊 最后再分享一个 嗯 因为他网路上 就是被人家故意挑唆 嗯 就玩网路游戏 有些人会故意输 嗯 然后让你去骂他 嗯 然后那个人 钓鱼啊 钓鱼 嗯 钓鱼之后 他就告他公让无辱 然后因为我朋友 那时候在台东上替代艺 然后告他那个人 就在嘉义 嗯 所以就 就没 就是要一直请公假 从台东 打火车去嘉义 所以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都只要在你家 巷口的派出所处理 不一定 你可能要跑到花莲 跑到高雄 因为人家在哪里告 你不知道 你就要对 被害行为地 对 犯罪行为地 以原就被 不是以原就被 因为被 以原就被的话在台东 哦对哦 对对对 犯罪行为地 刑事诉讼法 除了以原就被以外 还有一个是犯罪行为地 其实 刑事诉讼法 更强调犯罪行为地 对 那可怕 通常五路最如果是网路的话 那你根本不自在 网路的话很有可能 只要网路接收到讯号的地方 都是犯罪行为地 不好意思啊 如果今天在马祖的话 其实你就一直飞马祖 嗯 你不飞都不行 这也放不掉了 嗯 就很麻烦啦 很麻烦 这样应该可以劝退不少人 对啊 比那个GE 比那个GE判死天还麻烦 还麻烦 还麻烦 那听起来更可怕 比无奈的 太多警察 还厉害 对啊 好了 我们今天谢谢 谢谢 谢谢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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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